大家好 真的很开心 今天这里的洋气十分猛盛 我是华记 我们不如由左边开始 不如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先来 Matthew 阿超哥 你好 华哥又邀请我们来 到我阿曼哥 好 我 餐厅阿曼 又多谢华记哥邀请我们来 大家加油 David Sir Hello 大家好 多谢华哥 Hello 李梓敬 多谢华哥今天召集了我们 洋气十足的 好 大家好 我是清杰高sir 高崇健 多谢华哥邀请我 其实我是多谢大家的 我们这个是互动分享平台的 没有大佬的 我们是没有大台的 我今天想分享一件事 因为我看完新闻就很不开心 因为看到现在开车 现在的人玩车 即是真那些 有一百多发的子弹 没错 即是昨天就说水塘 就在那些大学那里 拿了一些化学的毒物 就在水塘那里 今天就有真枪 现在是日日严重 恶化升级 喂 什么事 大家可不可以说一下 赫超哥 知道这件事吗 哎 听就听过 你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好说 老实实 你越玩越大 你迟些可能玩生化武器 那些这样的 入口新化武器来玩香港 真是不知道他们想怎样 阿Man哥你以前当过警察 我看到他们越来越瘋了 之前他用箭射到火器 整只脚都穿了 现在他还玩枪 现在迟些他们用炸弹 去炸我们 不喜欢的就放炸弹 现在这个社会很瘋了 他的升级就是他本来 他的胆就是这么小的 然后他的胆就是这么大 现在他的胆就有毛 他的胆就是 我想找个大东西出来炸弹 就是现在他们是胆生毛到发得了的 就是抓了多少人 11个 11个 今天 是的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武力不断升级 现在这些实弹已经是他社会帝人 喂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些实弹是哪里来的 嗯 很可疑的 因为你如果从内地的 你也知道那个挺严谨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如果他有一些搞革命 那些反对派那些 其实大家留意 是很多时候接受 一些外国政府 特别是美国 嗯 去资助他的武装分子 所以我们真的要查清楚 或者真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要查清楚 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哪里 还有他们这些武装分子 这些武器在哪里 我们知道以前看反共骑兵 要是黑色手枪 黑黑星牌手枪 还是红星牌手枪 是吧 现在那支枪就是来老爷来的 美制的 美制的 我听到说 我以前都当差那时候 他们可以寄过来的 就是策件 分件寄过来 香港都有 以前在我当差的时代 九几年 八几年 就很多枪械可以来香港 但是经过了这十几二十年 其实枪械已经少了很多了 有些什么人有呢 以前是黑社会才有 现在变成了 哇 这班黑社会 黑衣暴徒 不是 这班黑衣暴徒是比黑社会 不是 其实香港的治安土 就是因为枪械管制得很严重 就是美国的枪械是很松的 是人都可以买到枪的 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啊 大卫sir 宣传咯 告诉你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做什么的 他们只是想做好一件事 但是 我只是希望一件事就是 不要变乌克林 我们其实上次有个年轻 他不是被人十八岁 好像名校生 拿刀来嫁警察 其实他得到什么呢 他被人怂恿 他和警察无仇无用 为什么他被人怂恿到杀警呢 他现在是得到什么 他现在是什么下场 就坐下了 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他还在扣留 一定是没得担保或者保释出来的 因为他犯了那个是意图谋杀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 将来一身前途 从此位的了 判得进去 起码都是十几十六以上 我不知道那个官会不会很好人 打算轻判他 要搞一些外资法官之面 是啊 真的现在 稍后掃街而已 不知道 但是 那以后不会的 会的 但是 服官可能同性的 可能他又品学兼优 又良好学生 是一时冲动 而犯下这个错 可能判他三五七年 也算轻判了三五七年 但是 为了什么呢 为了那一口气而杀了警察 其实他有什么气 警察和他有什么恩怨 说来说他就是被人误渡了 矮色形太粗了 我觉得很重要 老实实 我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真的是正义的 不是啊 我现在想到另一件事呢 我经常想自己深入一些黄丝的群组 小心啊 大三派的帮你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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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入他们的网那里 伸入他们的市场那里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他们 怎样有什么可以精神 或者有什么道理可以令到他们 我说你这么正常 你了解不了他们 不是 我现在了解到 其实我经常研究他们 我现在了解到 其实呢 他们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陈同佳一丝两命 今天呢 在一条街那里跟你一起行街 陈同佳一丝两命 杀人犯 居然在香港呢 无法无天呢 他可以跟你一起吃饭的 他可以做你同事的 他们的理想就是 陈同佳杀了人都没事 因为就是反对派的大哥说 这个人全世界全球几十亿的人 知道他杀了人 他可以在一条街大摇大摆那里 没事的 那你找把刀戒过警察 你怎会有事呢 那你信不信你会没事的 他真是信的 他真是信的 说实话陈同佳最终有没有自首 没有 陈同佳的心路历程就是 他第一天 他出监那天 之前不说 出监那天 他就被神父说了 杀人填命 做过事为自己负责任 那陈同佳一丝 是的 我现在都预了死的 不过今晚和我老爸老婆吃点饭 就是临别抽波 我跟着我们明天就回台湾 我都知道 自首我都知道 可能要被人枪 或者坐牢了 哎 我珍惜最后这晚自由了 谁不知台湾 赛英文就觉得自己的选举关系 陈同佳你千万不要过来 他不让你过来 跟着陈同佳就很想过去 哎 不用过了 那就心存僥倖 陈父呢 都搞不定了 那别人说不收你 你就留在这里了 回到家 老爸老母说 儿子 天都给你一次机会 又可以 我们两个老人家都老了 那你就在你老爸老母身边了 那儿子就说 父母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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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然 真糟糕了 好 那我们继续 继续 你继续 你继续 现在那天啊 那天啊 都觉得不公平啊 要响啊 那呢 就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说 陈同佳就会觉得 咦 那我孝顺老爸老母 都应份了 那天现在摆明给机会我 你看看全香港160万人之前暴力 都支持我了 是 跟着陈同佳出来 还说有几个女孩想嫁给他 这个是 胡蝶后应 陈同佳哪有400个 区议会选举 哪有20亿 都给反对派反政府 再说下去 说到天后 说到明天都说不完 其实现在他们就是 觉得 他们的歪理呢 是可以将 这一个 暴动呢 或者是一个暴动罪呢 是可以假释 是可以大赦 或者大赦 因为陈同佳杀了人都没事的嘛 黄丝的心目中 和黄丝的大佬就觉得 你们怎样玩啊 这人就是你的样板房啊 他就是你的榜样 杀了人没事的 还可以找到美老婆 不止 还有自由鸡献身 是 还有是义士的形象 那些人会不会这样说 喂华记你这样说 会不会很偏激 我深思熟虑干 其实我觉得我这样说是偏激 但是这个是事实来的 是 陈同佳他自己走出街 真的能找到女儿的 是 你试一下陈同佳 是 今天游行他站在前面 有得给他拿一支旗 他不是有支旗吗 是 他拿过一支旗呢 我觉得会有很多女孩冲上去 泰哥 今晚吃饭 很多天使 我觉得我这样说 会不会是很偏激 或者很不理性呢 我经常都要检讨一下自己 以前我们警察部有一个叫做徐步高的 他以前杀了两个警察 那些人呢 都觉得这件事是一定不对的 是 但是现在他们的黄尸呢 当这个是偶像 当是神 所以现在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杀人的人 他们会当为英雄偶像 因为他真的没事 他真的没事 对 变上了现在很多歪理 这个是催眠方式 我刚才说 华哥 你今天为什么要召集我们陈同佳 其实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要宣布一下 还是怎么样 其实呢 我自己发觉呢 我们蓝营的所有 因为香港没有任何的媒体电台 或者电视台 就是说支持香港 或者支持警察 我发觉全部呢 就是被反对派 垄断了媒体 垄断了媒体 根本 其实我们的view数呢 我只有几万而已 我其实比较高 我是随便一个 反对派最差的 都赢华记的view数 就是我 其实呢 我们那些 甚至跟别人说的view数 或者有多少的subscribe 或者其实 我们是 我们是这么少的 所以 已经是我们这边最高的 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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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人看的 不是啊大哥 我真的是这么多的 所以我 我觉得 我是完全不够力量的 所以我希望 借助这么多位兄弟 一起 齐心合力 我们可不可以 将正常人 其实我们说正常人 其实我们说正常人 我们说正常人的正常道理 我可不可以带出来这个社会 我们是全部义务 我们全部人呢 是有政绩 我们基本上 用空余的时间 空余的时间 希望可以做一些正常人的反应出来 就是你有什么理由杀人 不用坐牢 或者打烂了那些地铁 红绿灯 现在最多的交通群 就有很多意外 我们这样说下去 都没完没了 我希望 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 尽快 可以在这个月内 做一个 共享的平台 总之大家密室留住我们 真的 没错 真的 新的新闻 那我们可不可以 最后写一个口号 送给警察 就是 坚决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乱 耶 好 好 好 3 我也是那句 好 3 2 1 坚决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乱 耶 好 为什么玩这么多 耶 好 OK